今天政壇最大的八卦就是民进党立委刘建国被爆料说呢 他本来跟抽营在一起 结果呢劈腿陈寅 结果抽营呢 他现在负情商啊 报寿 然后呢陈寅也非常的委屈 因为觉得为什么都没有公开他们的恋情 立委刘建国研究室气氛诡异 立院开议第一天 主角居然缺席 全为了躲这场劈腿传闻 去年一月 蓝绿立委在一场大打出手 刘建国用右手护住陈寅 还勾着她的肩膀和脖子 生怕陈寅在混乱中受伤 当时两人恋爱按NG的传闻 就是政坛大八卦 现在时报周刊报导 刘建国原本交往的对象是萧美琴 之后才爱上陈寅 让萧美琴黯然伤神 选择离去 人民对于政治跟法律 陪同参议文访美的萧美琴 刻意从华府直飞纽约 跳过目前进行中的波士顿行程 就是为了要躲避媒体 萧美琴是我的好朋友 刘建国不是我的菜 陈寅跟刘建国算不错 可是不知道中间 还有一个伤心的人 同志看在眼里只能话说一半 据了解前年云林立委补选 萧美琴南下替刘建国辅选 两人萌生情愫 但刘建国出任立委之后 陈寅频频放电 成功吸引刘建国 陈寅脸书还曾写道 一早起床先处理好大的 再把小的搞定 留下两人热恋线索 18周看报道 刘建国劈腿 让萧美琴和陈寅陷入尴尬 传出战场 还延伸到不分区提名 党内同志甚至分成两派 感情是非对错 旁人物理看花 只有当事三人心知肚明 真正为台北 这么个报道